今日的AT个股推介是中海有883 选选原因是美股回落 加上美元强势拖累亚洲货币表现 恒指创5月以来的低位 石油股盈利增长持续和高息率属于稳健之选 中海由早前已发起 2022年预测的息率达到14厘 可以看好 受惠国者由家向好 加上集团持续加大寒探开发力度 严格控制成本 游戏产能稳步增长 中海由早前发出盈起 预期截至6月底为止 上半年盈利705亿至725亿人民币 按年增幅介乎112%至118% 较同期中石油50%至60%盈利预期增幅优成 按照集团最低派息比率40% 以及每股最低派息0.7元的承诺 瑞信认为这样意味着中海由 仅从今年上半年派息 股息率已达到7% 在目前市况波动下 为投资者提供了保障 全年来盖拉安彭复综合预测 中海由今年预测的股息率达到13.7厘 2023至2024年预测股息率11.2厘和10.5厘 都是高过中石油 都是高过中海由过去10年 平均股息率大约5厘的水平 中海由去年年底至今捉起上升轨 过去两个月冲高回落后 令到直前买入中海由 财息兼收的赢面正在上升 公司昨天收布10.16厘 形态呈现三角形突破 建议后10元以下吸纳 目标先看前高位11.64 跌穿7月低位大约9.2就适而止 至今下 至今下